你跟我说分手至少要给我理由吧 我觉得咱俩复合就是个错误的决定 那我要是不喜欢你 我为什么找你复合啊 你找我复合还不如去找他 我都说我和他已经不联系了呀 那昨天晚上背着我打了一百人电话 不还是他吗 不是 你能不能对我有点信任呢 咱俩之前就因为这种事分过一回手 你怎么还是不长记性 怎么我现在连打一通电话 都要被你怀疑了是吗 你做那件需要我怀疑 不是 为什么你跟前男友断不干净 还要来找我和好 我和他早就已经结束了 你为不还要计较呢 我不计较 那分手啊 就因为一通电话 你要跟我分手 你什么意思啊 你陪你前男友做朋友就算了 还当着我的面打轻骂桥 你前男友还拍着我的肩膀 告诉我不要多想 说你们俩已经是过去式 他说对啊 那我俩都结束了 你也没有必要非得斤斤计较吧 对 之前在来在一起的时候 你跟他旅游你也这么说的 那你放假加班又没有时间 我和他出去玩 你有什么不放心的 旅游的时候发的朋友圈 都是你俩的合照 所有人都在问我 为什么我的女朋友 再和他的前对象出去旅游 难道我要告诉他们 我不在意吗 本来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再说我行程都告诉你了 你还想让我怎么样啊 我是你男朋友 你不跟我做那些情理该做的事情 去和他经历各种新鲜事 永远不把我放在第一位 你觉得对我公平吗 咱俩都已经自和了 我和他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你这种关系让我怎么满意 要不你们先冷静一下 我们再封开聊一下吧 哪个男人能大度到自己的女朋友 跟他前男友还有瓜哥 我跟他复合诗相给他的机会 可他不还这样吗 我和他早就结束了 他就不能大度一点吗 说的好像我还能跟他发生什么事 和好容易如出难 这个道理能让他不懂吗 心存怀疑的感情 还怎么继续走下去 和我分手这几个月 他也没少挣钱呢 凭容不给我花 再说了 他以前没钱收 我也没嫌弃过他 现在有钱了不舍得了是吗 我发现学生的爱 只是说说而已 他张口屁口就问我要包要手机 我现在信用卡的额度还没换完呢 我自己想换都换不了 男生可以去学生堂卖掉啊 其实这手机现在也别放在手里贬值了 我上一代宝火叉 多放了一周就少卖了三百多 幸好我其实在转身上卖了 转了三千多 你也可以去看看 购到这个稍一天点钱 就能买个新的了 我现在哪有心情管手机的事儿呢 你们还有什么话想让东方说吗 我现在就当你们俩把他给杀了 我们不分手行吗 你觉得说这些话还有意义吗 那我们之前在一起那么久了 彼此不都觉得对方很合适的吗 你别假模假样了 你还觉得他合适吗 车压是怎么在你手上 就为了这辆车协你的名字 费劲巴拉的找我 说喜欢我 现在不还是恢复你的本性了吗 不是你听我和你解释 有什么好解释的 你要的自由我都给你 你不喜欢我黏着你 不想让我干涉你的社交圈子 我都如你所愿 朋友你也别想让我再对你有任何的付出 因为我不会把钱花在那些 差点意思的人身上 这个车你没有花一分钱 我会用法律的手段把它拿回来 我们分手吧 然后靠ään Dash Zither Harp 是 你要是 吗 的人